欢迎收看财经XPASO 晚上好 我是威命 首先来看今天的股汇行情 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相关公司 频频传出高层换人座 但不影响大马股市士气 在篮筹股节节停涨 马股午后越战越勇 最终以上升21.99点作收 高挂1777.13点 货率方面 亚洲货币今天普遍危扬 不过国家银行总裁丹斯里穆浩默 伊布拉辛意外辞职 马币兑换美元贬值 下午6点报3.9720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持续卖出 净卖了1亿3421万令吉 本地机构和散户今天分别净买路 1亿1475万令吉 以及1946万令吉 接下来聊钱不论话单元 云顶集团主席丹斯里林国泰昨天因为会见首相敦马哈迪 罕见缺席云顶大马股东大会 引起股东们的热议 林国泰今天出席云顶集团股东大会时 对此笑而不语 只提到说他和首相的会面属于私人性质 希望可以保有一些私隐 另外呢 针对希望基金捐献课题 林国泰则表示担心外界有不必要的揣测 变天过后首相敦马哈迪积极认顿政府机构 政府相关公司等等的单位 在短短不到30天 已经有包括国行总裁丹斯里穆罕默伊布拉辛 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丹斯里沙利尔 和马电讯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沙查理在内的高层陈词 市场盛传 国家石油主席丹斯里希迪哈山 以及大马交易所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达祖丁也会辞职 对此敦马说 不知道没听说没有正面回应 而瑞卡资本首席执行员黄德明认为 新政府新作风 短期内调兵遣将 调换更好人选 或者是能够配合新方针的人选 这是意料中事 相信换人行动陆续有来 传来大股东丹斯里阿南达 考虑在出手私有化消息之后 收费电视龙头 SRO公司的股价连续两天走高 起落23仙 收报1令吉83仙 盘后该公司澄清说 还没有接到任何私有化的提议 此外 SRO公司也公布了 截至4月30号的第一季业绩报告 SRO第一季的营业额报13亿1094万令吉 微跌了1% 净利却下滑了11% 取得1亿7473万令吉 这归咎于行销成本增加了 配合业绩发布 董事部建议派发每股2.5仙股息 那么今天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